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奧鐵福案台 上一集繼續我們投櫃總結 先講到防守幾個問題 包括被人射門的刺度非常多 問題在哪裏 總結了防守的數據 也講了後防線今季雙兵對我們表現的影響 今集繼續講講防中的問題 因為我們甚至不出結論就是 被人防射十七點幾腳 平均清潮排尾的慘狀 原因比較多是來自我們防中出了問題 今集的防中位置 我們也試過很多不同的組合 但是上季已經講了 其實Banaga手轉弓快速轉換這個陣 其實陣眼就在霸桃位 但是第一次 先講前年的夏天 就買不到這個法人機敵裝 Banaga就好像不懂教波 搞了很久都搞不斷這個位 上一季就 還有六號位 即是主手的位置 就用這個卡斯米露 八號位 即是要沾前顧後的 就多比較用壓力神 買不到法人機敵裝 見到的牌格就有個桌卷 上一季兩位的狀態好過今季 所以問題不算很大 但我經常講 卡斯米露退化狀態下 也好 但其實他多項的數據 仍然屬於對內前列 當局長均成功 難至2.5次 其實是對內第一 英超也第三 即是PACO方面 其實卡斯米露 不算退化得很多 長均封了1.5次 對內第一 英超也是第三 即是冷截那方面 即是封鎖那方面 長均解圍就三次 這個就因為他不是打中堅 多數 對內第四 我們說到卡斯米露這麼差 但其實他這麼多的數據 不單是在對內 英超還是排頭三 可想知道 他我們都掛得這麼厲害 其他防中的防守方面 其實更差 讓阿芝說一下 今季最大發熱 就是我們的 永遠防中 阿明奈 那你怎麼看 這個超新星 這個超新星 去到 廢中的 開始復出 頭兩場 竟然 竟竟四座 他的冷靜 保持控球團 出色的技巧 很快就得到 下級的肯定 也很快成為 長期正選 他到 畏尾 開發了 這個進攻的前列 前途沒有好限量 是 但一問問阿展 你覺得明奈是適合進攻還是 防守多些呢 你現在這麼看 老實說 我覺得他的踢法 越來越像捧巴的 哈哈哈哈 那就肯定不是防守先 是嗎 是啊 是 長期來的 他們是 在 搬龍的位置 比較適合 有一位球員 我覺得是比較 怪兼可惜的 就是 在今季的 Farantina 借回來的 安拉伯 真的挺奇怪的 因為當時我記得 借到安拉伯回來 因為他在世界盃 打得很好 表現相之出色 大家都覺得 就是欠個硬正的防中 對不對 借到安拉伯回來 是不是 其實這個是我們 最後一塊拼圖呢 但結果今季 只有十次的正選上陣 上陣時間是不夠一千分鐘 絕對不是主力 我覺得奇怪了 這個就擺明是一個 純粹6號來的 我最初就以為 那安拉伯就打6號 那是不是可以 把卡西某推前一格打8號呢 卡西某進攻方面 都可以有些 就是頭鎚 那方面都挺好的 分球都有一手 但是想不到 有一段時間 我們中場都挺缺人的時候 仍然是見不到安拉伯 那時候後備都沒有 真的不知道他得罪了 卡西某什麼 雖然如此 即使長多 但是他長均的1.5次 成功男子呢 其實是僅次於卡西某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卡西某 用他那麼多 我自己覺得 唯一的解釋就是 他的確控波 護波 和全波的能力 是比較差的 就是說要滿足到 卡西某那種後場的 全龍打法 或者是快速手進攻 那真的不是有 安拉伯可以做到的 但是今季說真的 限米主限分 那麼多時候要打防範的呢 你都不出安拉伯 其實真的有點奇怪 那事實上 看到卡西某呢 尤其是4比0 輸了給水晶攻之後 那一場呢 可能真的聞到魷魚香 那真的終於肯出 安拉伯打防中 那的確就告訴大家 出發安拉伯打防中 就是不用輸 就是有冠軍防 就是這麼硬打 但是呢 就 現在 這一格 或者這麼一個萬年呢 聽說 都不會留安拉伯的 就是不會買斷它了 好像不知 一千萬磅 還是一千萬磅 都不肯花的 這筆錢 所以就是說 就沒有安拉伯了 那 即是 夏年又是更老一年 卡西某打打防中 呢 都真的蠻糟糕 如果是的 那 球隊有很多位置都要買贏的 但是 如果 如果我選一定要花錢買的 我真的強烈建議 防中這個位置是不能走的 雖然中鋒都要買 但是呢 你游不到球 都不要塞這麼多球 對不對 即是 荒球都有一分 輸球就零分 講一下龍盤這個 上年夏天不知道大家是否意外 就踢走了多年功臣兼上季英超金手套獎的迪基亞 也挺搞笑的 拿金手套獎都被人踢走 結果就換了應戴歐聯亞軍的正選門長安娜娜 意不意外呢 迪基亞換成這個安娜娜 其實當時都覺得不太意外 因為迪基亞的腳下功夫的確不是很厲害 還有我覺得有一場動火線就是歐巴夫有一場 麥加拉亞和迪基亞不斷有自爆 我覺得那場是動火線的贏 也施打一堆想要一個傳球的龍盤 所以安娜娜在這方面的確是適合的 但似乎季初就有點水都不薄 特別是歐聯那方面 真的很多低級的犯錯 也間接令到萬聯就出局 當時很多人都說他 接球的手法就不夠正宗了 兩邊全中幫他處理也不太好 但很奇怪 不知為何打完非洲國家盃 其實他在非洲國家盃之旅 他都是相之不義快 跟赫文龍那邊的領隊搞得很不高興 但不知為何回來之後 就變成另一個人 或者應該變回原本的水平 很多次的神救都可以救了隊伯 看看安娜娜今季數據 被射門次數是203次 英超排第三多 真的辛苦你了 被人狂射這麼多腳 成功破舊146次 英超第一 這些第一我都不想拿 被人射這麼多腳 這麼噁心 破舊成功率呢 有些網站說是72% 有些說是74.9% 總之呢 要是英超第一 要是英超第三 就是破舊成功率 阻止入球方面 有些說是2.2球 有些說是2.8球 那麼介乎英超第三和第五之間 那麼 Q英超方面就9場 不算多 敵機很誇張17場 但也有英超排第四 那話他破舊是全中球的差 那麼看回呢 他的成功率呢 6.7%不高 就是英超排第十 的確應付全中球 就麻煩一點 你說如果計算防守 剛才說了 Kin Street一定不夠 敵機亞的 但是考慮今季萬年 這樣射法呢 其實安娜娜的破舊率呢 是還贏到敵機亞最尾個季的 即敵機亞最低的時候 就更加強的 就是過差5% 但是今季安娜娜 都72-74.9% 其實都已經算是一個 一級的龍門 所以如果只是計算 就是守門員的本職呢 即是說救波這家 其實安娜娜 是比敵機亞差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說了 你買安娜娜回來 就不是想買另一個敵機亞 大哥 你就是想打後場 那才買安娜娜 但結果呢 跟著我們來探討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後場組織呢 是完全不是太一級 預期之中的東西 尤其是去到下半季呢 經常是穿著大腳長跌 即是安娜娜那些大腳長跌 我們前面又沒有高大的中鋒 基本上就是白白 把空投票給人 那我自己先說 等一下再給阿展說一下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呢 後場剛才說 即上集說了雙兵多 其中三個雙兵 包括馬千尼斯 索爾和左閘的後備馬拿西亞的場面接陣呢 是挺大影響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三位呢 看上季啊 上季的表現呢 其實我們後場這麼多個後衛呢 比較厲害打後場buildup的呢 就是馬千尼斯 索爾和馬拿西亞 所以我們左邊那邊的後場組織呢 是打得好過右邊很多的 沒有了這三個人 那我是安娜娜 我都不太敢打後場buildup 就是等下麥加人推進去 又可以打得好球 那怎麼樣呢 一來他的身邊太多了 是 我們的足堅組織就有整個變了 是 那全部那些短的足堅呢 各級功夫就 你和我都知道 都不是很行的了 是 控住大腳啊 是 至於你說前面有沒有人 拿到球頂呢 我真的用他一個 都想不到的 而且他很奇怪 啊 都走到加拿走的 是啊 我也想說我真的很奇怪 真的 這個龍門大腳斬 大家都有眼看見的了 上季迪基亞 我們有龍門迪基亞 最後一季和安娜娜比較 迪基亞當年 就是被人說 不懂打後場buildup 經常大腳勾的 龍門呢 如果說龍門 大腳開 179次 佔了6成多 如果生哥大腳斬 就400 9次 佔了3成多 成功率呢 都有3成多 多少少 金貝安娜娜娜 如果龍門死球 開大腳 就162次 就少過迪基亞 少了少少 佔比 又58% 喂 都多過50% 即是他開龍門頭 都是長傳多過 點傳的 3波呢 就大忙很多 3波呢 他比迪基亞更多 比迪基亞 449次 513次 佔比 就低一點 31% 都算是差不多 但成功率呢 過3成 即是我們前面 是接應不到的 這些數據 其實都可以看到 龍門就換了他 但我們後面的踢法 就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動 跟迪基亞最後一季 其實不是太多分別 是啊 我也跟阿展說 我是安娜娜 我看到前面那個人 我都不是很敢比方 他們 寧願有那麼遠 還是那麼遠 下一格就 不是很討厭 即是聲明太多 我先說 瑪莎卡 麥加英雅 連綠洛庫 甚至你說稍為好轉 華拉尼 其實都不是真的適合打後 和組織 總結一點 就是 即是萬連今季防守表現倒退 是真的直接 令到直接下彎 當然進攻也有問題 即是我們未來兩集再說 但防線的雙兵 真是總載區 搞到默契不夠 其實戰術也沒有辦法 撕棉出來 那另一個防築 也都是 其實不是今季的 說真的 即是 就算麥克雷 都被人畫得很厲害 即是 阿費特就 即是 防守 新位這個人贏 不可以 麥康就防守 站位不可以 但他們兩個都叫 真的 即是棋死防中位 也有雙防中頂庭 今季 就真的 就只有卡士尼瑞 打防中位 真的不行 那麼 又不買片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下年究竟 是 可以怎樣 因為卡士尼瑞 再打一年 明內 我就算當你打回六個位 其實他也是要時間成長的 阿展 你怎麼看我們 接下來這一季的 早分 買人 究竟 錢是有限的 現在 新老闆 拉雀 就好像 看得到 那些錢還要緊的 聽說 就不會花大錢的 那 你覺得 下年的後補可以怎樣 搞 下年的後補可以怎樣 現在 暫時看的 營業稅 他也是 買一些 好年輕 RB 上了 位 無幾 那些 他是有的 但是 如果不行 他只會 升一些青分 上來 推多些自家製產品 究竟下年的 訓練方式是怎樣 雙邊問題 還沒有 是否這麼嚴重 因為誰教都不知道 但是 只看 就不會花重金去買中堅 或者不會買房中 中堅應該 走到華拉尼 那個新金空間 是有在的 另外 卡斯莫就 不知道走不走 現在都還不知道 所以 如果走完 新重空間 又會再多些 希望 就有些 彈藥去買人 如果不是 我講真的 下年 除非 我們真的要求神拜佛 哪個箱都好 所以 索爾和馬天尼斯 一定要出回來 否則 大季大家 是不需要有任何的期望 如果用回 今季的打法 是一定 不用有期望 因為 現在都沒有了 防守方面 我們做了一個總結 我們接下來 兩集 就會跟大家檢討 我們上一季進攻 出現了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的得色球 是負數的 就是失得多 入得少 所以兩邊都有問題 我們下次節目 再跟大家講講 進攻方面 包括進攻中場 還有兩隻翼 還有我們的填風 中風出了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給我們 還有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